哈嘍大家好 今天的GNN就兩個重點 說是不重要但也算蠻重要的 第一個的話就是跟合作有關 下禮拜只將推出夢魘集的關卡 同時尼亞也有一些新的變化 那第二個就是瑪雅要潛能解放了 首先第一個下禮拜是合作的最後一週 那在合作最後一週所登場的最終大魔王 就是這一隻絕對滅亡大魔神 同時他這一個是夢魘集的關卡 會在下禮拜三的時候開放 對上次地獄集原本禮拜五變成禮拜四 那這次夢魘集是禮拜三往上十點開放 不過官方好像也從來都沒有說過 地獄集會在禮拜五就是了 那這邊直接來看隊長技能 反螺旋族之志 只有暗屬性成員的時候 這個就算陰線字囉 那全隊攻擊力五倍以及生命力1.5倍 那如果你隊伍中還只有機械族跟魔族 或者是尼亞的時候 全隊攻擊力回復力額外兩倍 如果你帶光屬性的尼亞的話 那是不是跟隊長技不相矛盾 沒錯 但是你帶尼亞的話 他會因為原作的關係 尼亞會變化屬性 他變成暗屬性的尼亞喔 同時技能也會發生改變 無回合內發動技能集美回合 結束的時候會隨機將六顆符石 轉換為暗強化符石 那這邊來看一下隊伍技能 那尼亞的話就是剛剛講的 那第二個 戰鬥中會依照絕對滅亡大魔神 反螺旋族戰劍以及尼亞的數量 每消除一組符石 會相對應增加額外1combo 那如果整隊六隻就是額外6combo 加上原本1combo 就是1等於7 2等於14這樣子 最後如果隊伍中沒有一隻 絕對滅亡大魔神跟反螺旋族戰劍的話 那反螺旋族戰劍的CD就會減少1 再來主動技能 需要消耗100點龍脈能量 可以完全回復生命力 引爆敵人屬性的符石 並掉入暗強化 一回合內自身攻擊4倍 場上互加效果越多 自身攻擊越高 5個效果可以到最大8倍 好那這就是最終大魔王的資訊 有看過原作一定知道 在打完之後 尼亞跟西魔是有一場婚禮的 沒錯 永恆的愛 尼亞浪漫登場 比較特別的是在神魔裡面 夢魘迪是禮拜三 那尼亞的這個關卡是在禮拜一 就會搶先推出 禮拜一的時候會有一個特殊的關卡 通關的話 就可以直接獲得 雙滿的尼亞這張卡片 那她的技能是 幸福的歸宿CD5 將場上的符石轉為 固定數量的光珠 以及新符石這樣子 那今天的第二個重點 瑪雅的潛能解放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期待呀 那這邊直接來看一下 隊長技能再比照一個 現在的瑪雅的隊長技能 兩個可以比照一下 稍微說一下 潛能解放之後的瑪雅 整體傷害至少提高了10倍以上 就是單倍率來講 還不含尖巨的部分 所以傷害的話算是成長非常多 但有沒有達到玩家心目中的一個標準 那就很難說了 那我這邊繼續看下去 首先隊長技都一樣 但是她的數字都變強了 原本25%變成50% 50%變成100% 甚至連倍率的部分也從3倍變成5倍 簡單來說隊長技跟以前完全一樣 她還是瑪雅 只是一些小數字的地方都有往上提升 那再來是隊伍技就有變囉 首先你的隊長會變得更高一階段 這給大家介紹 以及你消除三力光暗 新的時候光屬性攻擊提高 這個原本是1.6倍 現在提高到了5倍 那這是隊伍技能 那再來看一下隊長技 剛剛說隊長技有變強嗎 這個變強是只有隊長才會變成這個隊長技 啊副隊長還是維持原樣 那首先看一下隊長 其實兼具的部分變得更加的強大 甚至連水火木都有兼具光浮石的效果 那另外第六點 光屬性的成員 有額外生命攻擊回復都1.6倍 第九點的那個X引爆 就跟原本瑪雅一樣嘛 只是如果你沒有引爆的話 你的X型會變化為真版的光足 這樣子 然後這邊稍微簡短說一下個人的感想 啊這邊可以看到說其實兼具啊 倍率很明顯的上漲很多 剛好說其實光是看倍率的話 至少就比原本的瑪雅 提高了10倍的傷害以上 那玩法感覺也跟之前一樣 最大的差別就是那個 血量也有額外1.6倍 以前可能就是2萬 現在你主玩的血應該都是3萬起步 這樣子 但是我比較疑問的是第八點跟第九點 以前的話是因為你X型引爆 是為了要讓版面變動 增加它天降combo的機率嘛 那這邊如果沒有引爆的話 X型又變化為光強化 那我到底是要引爆好 還是不引爆好 這個就比較奇怪這樣子 慘了 我都有點看不懂瑪雅了 那再來是主動技能的部分 那CP6將所有補石 不要為強化補石 那一回合內 光屬性跟神族跟魔族 攻擊力都會有兩倍 如果你是光屬性的神族 以及光屬性的魔族 攻擊力則是2.5 那兼具的部分也比以前 更加的強大這樣子 那它的技能看起來就 如字面上所看到的這樣子 然後CP6 好啦那今天的巨人就到這邊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那我們下部再見囉 掰掰 我也沒想到 haus